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 就是说我为什么会信耶稣 这个好像是很特别的题目 我要问,或者是自己问自己 你为什么会信耶稣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单单给那些已经信耶稣的人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些人都没信耶稣 所以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会信耶稣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题目 你是怎么得救的,你是怎么信耶稣的 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他们领受的时候都是不一用的 因为有些人是这样 他叫我信,我就信了 有些人就说,不是 耶稣给我祝福,耶稣祝福我 我知道耶稣已经请求了我 我知道耶稣赐给我平安 我知道耶稣赐免我一切的罪 所以我就信耶稣了 因为耶稣有帮助我 所以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 去领受的情况 不一用的 有些人就想着 信耶稣不用做很多仪式 很方便 我就信了 有些人说 死了之后做得上天堂 很多人都有说到 我会不会落地獄,我会上天堂 所以我信耶稣 我或者是其他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敢相信耶稣 所以你自己想想 为什么你会信耶稣 你有没有想到 好像我呢 我信耶稣是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需要 我真的觉得我有罪 所以我需要得到社面 所以我相信耶稣 不过我没有想说 不论 不论是什么原因 不论是什么原因 你信耶稣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你自己自愿的 没有人逼你 有没有人 你说 那个人逼我信耶稣 有没有在我们东西 有没有 有就改修了 那个人要悔改 逼你信耶稣 人要悔改 没有 是不是 是不是你自愿的 是不是 我们都是很自愿的 我们自己 就是这样 我信了耶稣 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就问了 为什么你会信耶稣 是不是你现在想起来 好像是莫名其妙的 我就敢相信了 本来我很反对的 为什么我就敢相信了 莫名其妙 为什么我会改变我的思想 很奇怪 旁边我不是这样想的 旁边我不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那天 我就敢相信了耶稣 是不是这样 是什么使我 做出这样的决定 是什么原因 让你做出这样的决定 就是忽然间 你会做出这个决定 我没有信耶稣 信了 你说举手了 我信了 就是这样 没有人逼你 但是有时 你想起来 很莫名其妙的 所以今天 我们就要来分拥 跟大家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 当然我们有什么 我们也听到了 是不是 你听到什么 听到在台上 说了很多东西 听到你的朋友 跟你说了很多东西 听到有时候 人家跟你说什么 听到你的道 就是神的怀疑 我们有听到 又听到这个道 之后 我们就接受了 就是这样 很简单 无论你明白我 或者你不明白 但是真的 你听到之后 入了你的心 你感觉到 我好喜欢 你感觉到 我需要 你有感动 之后 你做出这个决定 所以这个不是人家逼你 没有人逼你 是你自己 做出这个决定的 是你自愿的 那我们来看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圣经里面 有一段经文说到 《以法所书》 第二章《不道九节》 它说到什么 你们得够本乎什么 人 又因着什么 信 但是这个不是出于自己 不是你自己的 是上帝所赐给你的 又不是出于你的行为 不是你自己 我做了很多好的事 免得我们自夸 我做了很多好的事 我善事也好 做什么也好 所以我们得够 不是 所以这个完全是出于什么 是恩和信 没有人逼 是神 你们得够是神的恩典 什么叫做恩典呢 恩典就是白白给你的 你不用做什么 这个就叫做恩典 所以很多时候 你不用做什么 人家给你一些东西 你说 为什么你要给我 没有什么 就是我知道你有需要 我就给你 这个是恩典 你不用云给他 又不用报去什么 这个是给你的 这个就叫做恩典 是白白给你的 所以这个是出于神的恩 还有什么 是神给你的信 你说我自己有信心 不是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的信心 不是自己的 很多人以为 是我信耶稣 我信耶稣 好 好 等一下我给你解释 为什么这个 《义法所书》第二章 他说到 你们得够是本乎因 而是因着信 凭不是出于自己 凭不是出于自己 我会给你解释 等一下我会给你解释 我们看这个短片 我一定信心 台左记好 我就跟你说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真實 很真實 就是說 你看到真的是這樣 它是沒有頭髮的 頭髮脫了很多 但是它用那個瓶東西 我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擦擦擦擦 它的頭髮又生了 你看見了 如果你需要這種頭髮 你會不會買 會 心會不會動動動 哎呀,試一下吧 幾十元沒有東西 試一下吧 我們很多時候就是 我們看到一些東西 聽到一些東西 這些東西就感動了我們的心 當它感動的時候 你就會做出一個決定 對不對 就像剛才所說 你看到之後 有些人可能會問 哪裡有啊 但是它不是 因為它的心已經動了 所以我們看東西 聽東西 會進入我們的心裡面 當這些東西 進入你的心 你就要做出一個決定 一個意志的決定 就是我要 或者我不要 如果你要的話 你就去玩 哪裡有些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 跟我們聽到 有什麼關係 還是有 當我們說一些東西的時候 說到耶穌基督的時候 我們說到耶穌 聽十字架的時候 我們說到 我們有罪的時候 當聽到這些道的時候 就進入你的心 當進入你的心 有些人就會有些感動 這些感動是從哪裡來的 這些感動是從神的靈 就是說神的話 和神的靈接觸的時候 要產生什麼? 產生一個力量 這個力量就是感動你的心 所以你就會做出一個決定 愛接受 或或者不愛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聽到這個道之後 神的靈就在那裡造功 所以當他感動你 你很快就要做出一個決定 你要抓住他 你就接受了耶穌 所以他說 我們信耶穌是 出以什麼? 神的恩點 也是恩著信 但不是出於自己 不是恩著自己的意思 是神的靈在我們心中 做一個工作 去感動我們的心 當他感動 你要抓住他 你抓住他 你要做一個決定 我要這個東西 我要信耶穌 你就敢相信耶穌 所以這個是神的靈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 做這樣的工作 所以當我們信了耶穌之後 我們真的要好好地跟隨耶穌 所以耶穌所書也說到 他說 有恩愛我們 按著自己的意思 所起於的 預定我們 借助耶穌得兒子的分 命分就是講到 神已經預定了 他說我們會得救 但是當我們會得救 不是說 你要得救 你會得救 你不用做什麼 不是 不是 他說你會得救 但是要 藉著你的決定 就是你要抓住這個人 好像我給了禮物給大家 我說今天 很多禮物是給每一個人的 當我這樣宣告了之後 你知道 今天我有東西拿 但是你要做一個決定 什麼決定呢 我要去拿 如果你不拿的時候 這件事都不是屬於你的 所以你去拿的時候 這件事就是屬於你的 但是你已經聽到 我們今天有很多東西 要給大家 我們知道今天有東西拿 但是你要自己去拿 只是屬於你的 所以神已經預定給我們了 我們就要做一個決定 打開我們的心 接受這個狗因 所以這個就是神在我們身上 所做的工作 我們又看到 羅馬書第八章三十節 他說 以先所定下的人 又招他們來 所招來的人 又稱他們為儀 所稱為儀的人 又叫他們得榮耀 這個就是神 要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 所做的工作 就是要讓我們得到神的榮耀 怎樣得到神的榮耀呢 就是神在你的身上 會完成祂的工作 所以我們要得到這個救恩之後 我們就要來知道 神在我們的身上要做什麼 很多人認為 我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我是一個什麼都不知道的 我真的信耶穌 但是沒有相關 當我們信了耶穌之後 我們去尋求 就是我們求神 讓我們知道 我們要做什麼 你做一件事 神在你身上做一件事 這件事 即是你做得做 別人不做得做的事 我們要去尋求 要去知道 這個就是神在我們身上 要完成的工作 所以我們已經接受了耶穌 所以我們已經接受了耶穌 我們就要什麼 尊他而行 在他身上身上建造 信心堅固 就是上個星期 我們高牧師所說 我們要身上去建造 怎樣去身上建造 我們不是要你去讀神學 不是要大家去想什麼課程 不是 我們要的是能夠明白 最重要的是明白 為什麼我要信耶穌 耶穌 我信了耶穌 是什麼原因 我們要去明白 最基本的事 我們要知道 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耶穌是誰 我們要知道 耶穌是獨一的真神 為我們的罪 定死在十字架 死了三日又復活 如果我們接受去 我們就得到 生的生命 就是一個身造的人 我們要知道耶穌是誰 我們要知道 我們為什麼要信耶穌 我們信耶穌 是因為要洗脫 我們一起的罪 我們成為一個沒有罪的人 最後呢 就是我們知道 耶穌要迎接我們 到去那裡去 所以我們最基本的事 我們一定要知道 耶穌是誰 如果人家問你 為什麼你信耶穌 可能你不知道 為什麼你會信 但是最基本的 你知道 我信耶穌 因為我相信 祂有一位獨一的真神 真神 我相信祂是因為 祂為我的罪 定死在十字架 當我接受祂的時候 我就得到一個新的生命 最基本的事 我們一定要知道 所以信耶穌 雖然是一個很簡單的事 但是我們一定要清楚 就是信了耶穌之後 為什麼我信耶穌 信了耶穌之後 你的生命有沒有改變 因為我信耶穌 已經洗脫我們一切的罪 洗脫我們的罪 祂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會改變成為一個身造的人 既然我們有做很多事情 不一定就是 好像流粗話 笑言 賭博 或者其他事情 但是今天已經改變了 因為祂已經赦免我們一切的罪 我們已經得到一個新的生命 另外一個就是平安 當信耶穌之後 我們會得到平安 所以我們要明白 至於基本的事 讓我們進入這個角度的時候 我們就慢慢會 越來越清楚 神在我們身上所做的事 如果你跟他們分擁 人家問你 為什麼你會信耶穌 當你跟祂說了這幾件事之後 你再問祂 那你要不要相信 祂就會問你 為什麼我要信耶穌 一用的事 因為祂為我們都是罪人 祂為我們的罪 去釘死在十字架 去洗脫我們一切的罪 我們成為一個無罪的人 你怎麼知道你是一個無罪的人 很多時候我們 我們是一個無罪的人 神已經洗清我們的罪 我們怎麼會知道呢 很簡單 如果是我們真正 真真正正正 接受耶穌的人 一件很重要的事 當你說騙話 當你偷東西 當你去賭博 當你做錯事的時候 你的心會怎樣用呢 是不是有平安呢 沒有平安 很像我們在外出的人 外出的人 當他偷了東西 當他殺了人之後 你認為這個人 他心中有沒有平安 沒有 很多人是這樣 殺了人之後 雖然他脫離了這個國家 或走脫了不知道去到哪裡 但是他心中一定沒有平安 這個罪就跟著他 所以如果我們是信了耶穌之後 我們做錯一些事 你心中有沒有平安 你沒有平安 一直到你來到神的面前 你求耶穌赦免你 用他的補血來結成你的 之後 你就感覺到我有平安 這個就是信耶穌不一用的地方 因為神的靈 住在我們的心中 因為神 要帶領我們走這條路 讓我們一生一世 走正直的路 所以當我們犯錯的時候 神的靈就會在我們的心中 跟你說 某某人 你做錯事了 你要悔改 你要跟這個人贏錯 你要怎樣怎樣 這個就是聖靈 在你的心中做工 當你心中感覺到很平安的時候 我告訴你 神就在你的心中 你就真是一個無罪的人 這個就是神要我們過的生活 一個新造的人 所以我們信耶穌 不是單單一個信用 不是單單你的考華 不是單單我們來這個禮拜 去聚會 不是 我們的生命 一定要得到改變 當你改變之後 你知道 原來信耶穌 在不同的地方 我們要生間建造 即是我們要更加認識 耶穌 要更加認識 聖經所說的話 第二種你要尋求的是什麼 主啊 你將我放在這個地方 你要我做什麼 所以我們要問 我們要問神 神啊 你要我做什麼 因為我是耶穌的工作 我們是耶穌的工作 即是耶穌在我們的身上 來建造 他怎樣去建造呢 即是 去救我們 聽道 唱詩歌也好 人家跟他講什麼都好 即是在你的生命 慢慢去建造 即是那些不好的東西 他就慢慢拿了去 有時候你遇到一些事 即是神要你學習 我要言容要事人 但你遇到一些人 都是跟你很不合的 有時候是得罪你的 你是不是很生氣 是的 我不喜歡這個人 我沒有見到他 只好是離開我 但是神叫我們要怎樣 要事人 這是什麼 就是把你身上那些不好的東西 慢慢拿出去 當你要事人的時候 誰得到釋放呢 你自己 我們得到釋放 我要事了人 哇 我心很平安 那個人不要事我 生氣我 是他得不到平安 他一想起我的時候 他的心就不平 當我想起這個人 我就很平安 因為我要事了 所以這就是耶穌在我們身上所建造的 他要慢慢在我們身上做一些工作 所以很多很多事情我們要學習的 聽到道之後 我們要學習 所以當你這個人 慢慢被神去建造的時候 慢慢被神去激淨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你這個人 慢慢就不一用 然後看到你的時候 這個人不一用 現在被我一個朋友 是我的同學的爸爸 過了生 那我就去了 和我太太去 當我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的弟弟 他的弟弟 其實差不多二三十年沒有見到他 他在美國 我也認識他 我就看到他 我就和他去介紹 這個是我的太太 我去和我太太說一句話 他說什麼話 他說 這個是好人 他指中我 這個是好人 什麼都沒有說 但是說一句話 他是好人 這樣就走了 在那裡想 到底去 他都不認識我 二三十年沒有見到我 但他見到我的時候 他說這個是好人 和我太太這樣說 所以你看 不是 我不是說 我是一個好好人 是 我自己認為我是好人 但是 人家要跟你說 清真 你 你才是一個好人 所以 這個我要說的是什麼 不是我要自誇 是當人家看到你的時候 人家會說什麼 你是怎樣的一個人 所以這個就是神在我們身上所做的工作 當人家看到你的時候 人家就很喜歡接近你 人家就很喜歡跟你聊話 人家就很喜歡知道 為什麼你會改變 這個就是神在你身上所做的工作 你就能夠把這個福音傳給你的朋友 你隔離的人 所以我們是誰的工作 我們是耶穌的工作 耶穌要我們做什麼 耶穌要我們做什麼 耶穌要在我們的身上 完成祂要我們做的事 那你說 我怎麼知道耶穌要我做什麼 那我問你了 信了耶穌之後 最基本的一件事是什麼 你信了耶穌 我信了耶穌 耶穌叫我們要怎樣 祂說 你們要害 去到這個全世界 將什麼 將祂的福音傳給每一個人 這個是最基本 你不用問 耶穌你要我做什麼 耶穌看聖經 那是福音第二十八章 十九節 是說什麼 祂傳福音 當你傳福音的時候 祂傳福音 你就慢慢會發覺到 很多事 耶穌會積著你去做 會發生很多奇妙的事 這個就是 你慢慢認識到 哦 遠慮神要我這樣去做 這個就是 當我們信了耶穌之後 我們慢慢學習 怎樣去知道 耶穌在我們身上的志 所以你傳福音 慢慢地去知道 神在你身上的工作 你就越來越知道 神要在你身上做什麼 你要怎樣走這條路 榮耀神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要去知道 神在我們身上所做的工作 所以今天我們要問 耶穌在你的身上 有沒有工作 你有沒有想過 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之中 有什麼經歷 為什麼有這樣的經歷 很多時候 我們認為 我遇到這樣的事情 不幸 我們說不幸 我們有這樣的病 不幸 不是 耶穌就是給我們這樣的經歷 學習什麼 更加依求他 學習什麼 更加認識他 當我們有時光的時候 不是說我們有事光就不好 當我們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就跟我們說 我們要怎樣去信靠我們的神 我要這件事 怎樣更加去認識 耶穌 所以弟兄姊妹 我們每一天的經歷 就要更加認識耶穌 神在我們身上所做的事 就要我們更加認識他 我們帶我們的弟弟 我們帶他們長大 在他們身上所發生的事 是不是我們要他們長大 不是我們要逼他們 要這樣 要這樣 我們叫他們讀書 為什麼 要他們長大 我們叫他們去學一些東西 藝術也好 要他們長大 神在我們身上所做的事 都是這樣 很多時候 不是 神 哎呀 不愛我們 讓我們發生這件事 好像我的小兒子 他小的時候 他有很多病 兩個月 就病心病了 看醫生心病 發燒 又什麼 所以我們去看醫生 就問醫生 醫生 是不是我的兒子 他的身體很弱 不健康 醫生他沒有說什麼 他很正常 什麼 兩角月病心病很正常 是嗎 因為他的身體需要什麼 免疫力 即是 你有些病管 進入他的身體 跟他打戰 跟他的身體打戰 他就是愈來有這個力量 能夠抵抗病菌 所以他說 這個很健康 很好 沒事的 哦 原來是這樣 所以我們都是一用 神在我們身上 他要建造 但是他要讓我們有經歷 他不是一直保護你 不用怕 沒事的 什麼事都會發生的 你不會病的 你不會跌倒 你不會怎樣 一直保護你到 他那邊 是不是這樣 不是 我看我們都不需要這樣 我們都不喜歡 一直被抓住 什麼都不可以做 不可以做這個 你做這個 會跌倒 不可以看這個 看這個 會跌倒 不是 他會讓你們很自由 但是他的手 圈著你 我們有很多很多經歷 這個就是 我們信了耶穌之後 神在我們身上 要做的工作 所以 你做成 上帝是你要你做的事 我們要去想 最重要的 去傳一個福音 我們有沒有做過神 有什麼事是 你為上帝而做的 上帝要叫我做到什麼 所以我們要去想 我有做到什麼 上帝叫我去做的 你說好像是沒有 不是沒有 是我們沒有想到 有時候有些事情 在我們面前 就是你幫一個人 你跟他說一些話 傳一個福音 其實你抱起來 原來這個是上帝叫我去做的 當以後 過了很多很多年之後 人家找你 你就是那位 傳福音給我 有嗎 我忘記了 是 因為你說了一些話 我信了耶穌 所以我們說 上帝有叫我們去做 但是我們沒有去想到 沒有想到 今天起 做一件很簡單的事 傳福音給一個朋友 傳福音給你的鄰舍 就是很簡單 我昨天去一個追思禮拜 我回去追思禮拜的時候 最後我都會問 誰要信耶穌 舉起你的手 很多人說 哎呀 在這麼多人面前 哪裡有人 這麼大膽舉起手 其實真的很少很少 但是昨天有一個 他舉起他的手 我說你做得 輕輕地舉起你的手 他就坐在我前面 他就這樣舉起我的手 很多人沒有看到 所以 我就是這樣 神叫我去做 我就可以做了 有沒有人信耶穌 神的 這個是神的工作 但是神要我做的 我就可以做了 所以拜拜 跟我去追思禮拜 大兄姊妹 你們就知道了 在最後我講演道之後 我一定有副照 我一定會問 誰要信耶穌 信不信 不是我的事 上帝的事 但是我要去做 這個就是我知道的 所以大兄姊妹 靠神幫助 我們每一個人 耶穌愛你 耶穌愛我 耶穌揀了你和我 耶穌揀了你和我 耶穌要我 要我們去做 完成他的工作 所以我們信耶穌 不是咬完的 人家叫我們送的 不是 神已經揀選了 我們每一個人 所以今天你坐在那裡 不是咬完的 是神已經揀選了 我們每一個人 求神祝福我們 讓我們有這樣的思想 我們要去做 神要我們做的工作 好 我們一起起立 做個祈禱 好 大家低頭 在我們當中 我知道我有新朋友 所以今天你來到這裡 你聽到這篇道 不是咬完的 耶穌愛你 你今天是不是 要接受耶穌 成為你各人的救主 如果你要的話 你就一舉起你的手 我就會為你祈禱 有沒有這樣的人 今天要接受耶穌的 今天 如果你有的話 你就舉起你的手 我就為你祈禱 好了 有沒有這樣的朋友 有沒有這樣的朋友 你信了是不是 信了 OK 信了 沒有嗎 還沒信 感謝神 耶穌祝福你 哪位要信耶穌的 你舉起你的手 哈利路 好 好 我們一起祈禱 真是天父 真是天父 感謝你 真是因著你的愛 揀選了我們 預定了我們 讓我們能夠信你 接受你 天父 天父 我求你 在這個時候 你在我們每一個人 心中動工 讓我們有這樣的心 能夠更加深地尋求你 能夠生根 以建造 明白神你在我們身上的志 求主你 親自 祝福在我們 當中每一個 大兄姊妹 或者我們的朋友 讓我們能夠更加認識你 你也祈禱 讓我們每一個人 有平安 有健康的身體 我們感謝神 和我們每一個人同在 我們今天的祈禱 是奉耶穌基督的命 阿们 好 神祝福你 我們祝福平安神會 在心裡 不是 祭福平安神會 我們迎接 我們下次逐話 快把他 祝福平安神會 我看要宠祷 我們吧 快把獅子 埋福平安神會 jwill 帶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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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